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现在一方面欧洲这里 美国把它当作是威胁的当然是俄罗斯 可是另外就是东盟 东盟现在美国极力的要拉拢 可是现在看看菲律宾的态度 到底是靠向美国 还是你觉得他比较靠向中国了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他有一个最新的谈话 他其实当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 我们知道在台风风灾之后 菲律宾有很多地方百废待举 那么台湾呢 借由空军的运输机还运送物资去援助菲律宾 但是偏偏呢当有台商还在解读说 这有助于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的同时 杜特蒂的这一番话 不知道该怎么看了 他说没有理由以武力对抗中国 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所以对于什么 对于台海的问题 他说保持中立随他们去 杰大使你怎么解读杜特蒂他的态度呢 到底是不是说给中方听的呢 我觉得他态度很正常啊 对不对他不保持中立他难道 他有武力来干涉吗 菲律宾的那个军方的快艇还跑不过我们渔船 我们的我们那个我们台湾的渔船啊 这个要给菲律宾的那个炮艇去追啊 我们渔船跑得比他炮艇还快 所以菲律宾没有实力嘛 没有实力他只能只能讲这个话 我倒认为他讲这句话其实悬外之音就是说如果两岸打仗的话 美军不要用我的基地 他不让美军用他的基地 因为美军过去大量成兵在这个菲律宾啊 所以他讲这句话就是说先讲得很清楚啊 两岸要打仗的话我保持中立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用我的基地要不然我破坏我的中立 我觉得他是先讲另外明年马上要菲律宾要大选了 他讲这句话的话绝对经过算计 也是代表菲律宾的主要的主流民意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去打干我什么事情 对本来就他就没有那个条件去管嘛 那就把你阻在外 那我们台湾这个时候真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给蔡英文政府慢慢不给他面子 刚刚才送去6300公斤的这些援助物资 到菲律宾南部的树物去救他的这个台风风灾 所以人家公事公办啊 不会说收了你的一点好处一点小会 就讲一些好听的话人家不会 只有我们台湾这个我们派出外交官都替当 去驻日本的外交官都替日本讲话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 还叫人家驻如代表最亲爱的大哥哥 这个全世界就外交来讲 是丢尽我们台湾人的脸的 完全完全离谱的 这个不得的表现正常 所以他是务实 而且他讲到的重点是 因为他要讲给中方听表明他的中立的立场之外 因为他不仅讲台海他也讲南海的问题 但我们别忘了南海美国老是说南海这里有冲突 有冲突 杜特地还觉得还蛮好的啊 然后说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根本不用去跟什么中国有什么起冲突 反正我们也比不过 他就这么已经表明态度的话 甚至还不欢迎美国吗 你看因为在27号这个国情资文演说当中 还排除让美国重返菲律宾驻军的可能性 那这样第一岛链岂不是名存实亡了吗 第一岛链其实现在重点在台湾了 菲律宾其实已经美国的在杜特地的那个五年的任期 美国对菲律宾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杜特地坚决不被人家利用 那问题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 以被人家利用为乐为荣啊 他认为被利用自己有多有价值 真的是真的不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 他好像是我们人民投票给他 他去效忠其他外国政府 所以很奇怪的一个政权 那菲律宾这个对什么 对人家打仗干他什么事 他要把他自己拖进去吗 菲律宾问题已经够多了 而且他讲话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要他说 当那个大陆的飞弹 像这个万箭齐发像对台湾发射的时候 他说我们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应该想想看 大陆那个飞弹如果都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办 一样的嘛 对不对 你到时候你参与文就会找菲律宾帮忙吗 菲律宾他说他说不让美军住房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来把我扯进这个麻烦里面 我惹不起 所以呢菲律宾这个总统是很务实的 而且他晓得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是所以菲律宾此话一出赖老师 你看他这样的一般话 他的这种表明的态度 对于其他的东盟国家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有租用菲律宾军事基地 过去美国是长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可是在阿基诺 艾奎诺 艾奎诺 艾奎诺他妈妈执政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就修改宪法 也就是外军不能够永久居住在美国 不能居住在菲律宾 那因此呢美国后来只租借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而且不能超过六个月 所以美国一定要在六个月要移访一次 就搬一次加 那这个都特地这样的一个宣布 等于是至少在他任内 菲律宾的基本的政策 就是他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不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境内 不能过境 不能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作为介入台海战争的一个基地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必须要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要全数都要撤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誓 那也就是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 那也就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就必须要使得这个心 至少这个都特地在任内的时候 如果两边发生战争美国要接入 那他就不能够用这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那他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南海发生交战 不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发生交战 如果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南海发生交战 那因为菲律宾已经宣布他是中立国 所以美国也不能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交战 那美国在越南没有军事基地 在菲律宾也没有军事基地的话 美国而且新加坡也不会允许 他使用军事基地 跟中国大陆交战 那你说美国怎么打 好来 谢谢线上1.8万的好朋友 请大家记得要按赞 站起来 按赞书要赶快跟上 同时也谢谢今天有多位斗内的朋友 那大家也别忘了 可以回头补课多多地分享 头条开讲的影片 也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三位来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请教官下召集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